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备受关注的错患人生28年 涉事河南江西家庭 4月30号将在江西九江见面 当天周五当年被错报 如今身患肝癌的姚冰告诉南都记者 昨晚得知亲生父母要来 去理了个发 想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 4月30号上午 姚冰亲生父亲郭先生告诉南都记者 他们一家人从驻马店启程 开车前往九江 他们带了小磨香油 大枣粉条等驻马店特产 送给九江家庭 杨月姚冰28年江西九江的许女士 则告诉南都记者 4月30号是两个家庭的第一次见面 他既忐忑又期待